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民力量 节目主持 陈伟盐 人民力量第三节 我们继续讲这个鱼业的问题 和这个政府有个计划 就会终止几类型的鱼船的运作 和这些都作出一个赔偿 终止这些鱼船的运作 其实对这个行业的朋友 特别我们在座四位哈托的朋友 来说是一个面对失业 面对行业的宗旨的命运 提早都有 香港是一个渔港出身 发展到今天 以这个阮阳方面和内地的竞争 基于能力薄弱 基本上越来越少的怨阳船 而这个近岸作业 一下子收了这三类的牌照 包括这个的忏征 包括这个单拖商拖 和这个的虾拖 导致到这个渔民的警方 是越来越凄惨 就业的机会是越来越少 基本上只剩下这个养鱼业 只剩下一些小艇车 车人出去钓鱼 收了这三类型的船 还有什么渔民 还有网艇 还有网艇 网艇有多少只 屯门 屯门 可能都有五十只以上 小小的那些三板仔 那些P艇 只剩下P4 大的渔船差不多没了 现在收了这些 没了 可能到时候除了优如期有船舰之外 其实整个青山湾已经是没有这些船舰 可能有些有 但你可不可以用哈拖做这个 就是那些网艇的 困难 很困难 因为船太大 船身太高 船型对 不够灵活性 不够灵活性 很困难 船船的网子很灵活性 我见那些P艇摇摇摇摇摇摇 或者是黑马大仔 天下落到这么长下 又只剩下旗子都很好的 因为不够灵活很容易 车舰又打回自己 在这些网子之后 而且你现在的网子 收不到网的 收不到网 刚才说过就是政府这一次的政策 就是特别针对那些对海洋生态 特别对海洋生态破坏大的 就是暴雨的形式 是的 你觉不觉得这一次哈拖面对的情况 是误众附居 还有你觉得你们对海洋的破坏 其实不像政府说的那么严重 当然 直接是不严重 我觉得我虾拖就不觉得有严重的破坏 一个海洋 是 相比之后 我们是比起某其他的船 其他阶线的船 是那个破坏性低很多 低很多 因为我们绑的小一点 还有我们那些蝦呢 蟹是在一个蝦区上很小的地方 我们在那里途中转 途中转 只是在那个局部的居 那里去捕鱼 如果你说其他阶线的船 它就会是由岸边 一路通到出深水 没有限制 周围都可以去 他这样拖两三点钟来这么远 他不受这个水深限制 因为我们这样固定的深度 不可以突然说 我可以上10米深 那么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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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些 即使想去转带的地区 我们都要休一日式 将网络交过浪费 才再进去 即是我们不会持续 不断去破坏的地方 还有我们一个限制 就是说 我们不可以在一些石垃 一些工程的地方 都可以做 如果去那些地方 就可以升高一点 自己去调节 去升高一点 我们的受限制 其实要一个平滑的地方 但譬如你们在屯门 如何对开海域来说 你们经常运作的是 哪几个地区 大小王都州 大小王都 赤立国 赤立国 赤立国机场 龙古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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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门的海面面积多少成 一成 一成 这样的 一成 两成 那裡又说是石垃的炮纳区 那裡又做了工程 那裡又说是石垃的 一成 一簽證那些 簽證那些 簽證那些全部都脫光 他們都說的 他們周圍是巨帽 其實是限制的 但你們哈拖 比如在屯門來說 你們實際經營的面積位置 九成的地方你們是沒有碰的 因為有基建 海底有石頭 好像沙洲那裡禁區那裡 我們又不能進去 距離那些就能進去 像那個踏石哥哥 去拍油船 那些我們又不會進去 進來很遠 它又拉迫駁駁駁 即是好像在船邊的船邊 即是在大陸船那裡 因為它可以把駕駛艇 就可以調節來升高一點 已經走到船邊 我們那些不是在一個位置 有石頭的地方已經不可以去 因為那些地方有石頭 很多地方我們都不去 因為我們捕蝦是比較要 要避免地區才可以 但你們有沒有跟政府 談過這個問題呢 喂 我們其實那個損位 不是好像政府說得那麼嚴重 我們只是摘了百分之十的海綿 有沒有人跟我們發言這個問題 但我們真宜匯署沒有跟你談 沒有 但為什麼當初他一拖 就拖你們哈拖呢 我們知不知道這個問題 他可能說 海事署的登記是預算 魚船不拖開魚船就不怕 即是你們魚船又沒有分開哈拖 還是不拖網雙拖 不想建立這個牌照制度 可能他說我純粹搞定就算了 那日後可以叫他給一個哈拖牌就可以了 是的 其實我們都想做這件事 但他已經做了的時候 我聯絡過政府部門 自己私人打電話去 他說暫時不行 暫時沒有人建議做這件事 是的 即是我打給一般的職員仔 那你們有沒有同意 餘業格代表提這個意見 只是給哈拖保留 有啊 我純粹有 我有這樣的意見 但我立法會沒有聽過 有人建議 可能我們不夠 可能不夠大聲 不夠大聲 我們未去到那個級數 現在星期五開會 就要通過這個財政撥款 一撥款了 一定了你們的牌照就沒有了 政府沒有考慮特別發牌給哈拖 因為沒有人問過 沒有人問過 沒有人幫我們出聲 沒有人反應過這個意見 但沒有人敢跟他們出聲 沒有人反應過這個意見 沒有自信沒有問題 因為很明顯 政府這個政策 就是要避免對海洋生態的破壞 如果照你們這樣說 在屯門來說 你們只是用了那個海面10% 那個海面面積 我們監察到它 那個實際的破壞情況 有沒有破壞那個海面 好像燦爭的那麽嚴重 還有我們經營了那麽多年 是的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那個漁民的運作模式 特別捉蝦的模式 除了用你們傳統這個拖的形式 有沒有其他較少 或者減少對那個海洋生態的損毀 又可以捉到蝦的呢 有沒有研究過呢 應該已經過了 我們三十年來都沒什麽人研究這件事 不然我們都轉了去 都省了些油 轉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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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油那麽貴 我一定會轉的 如果不用破蝦 就不用油的辦法 可以捉到蝦 我都想的 油那麽貴 但是又 想不到有什麽辦法 做了這麽長時間 最早期那時候 我們爺爺在洗風 用風飯來做 那時候很多蝦 那時候是 最早期找個 你捉一下海 捉到蝦頓來吃 以前路人家說多 那麽緊要 但你現在之後 沒有其他方法去做 沒有了 唯有 如果可以 我一早就轉了去 那麽做 不用吃 油脂肥 其他東西 又欠一些資源 說回這個賠償 這次就分了三類型船隻 三類型船隻 賠償金額都不同 似乎這三類船隻 那個金額的差距 最大就是蝦拖 蝦拖的賠償 小的就去到九十萬 多的就去到三百五十萬 是吧 那麽但是你那個的 就是 蝦拖的那些 是去到五百幾萬的 是啊 那就是 政府跟你們談的時候 有沒有跟你們解釋過 或者你們有沒有問過 為什麽 第一你們本身那個蝦拖行業 為什麽那個差距 它可以由九十萬到三百五十萬 而這個蝦拖屏 就高到五百幾萬呢 你們有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有問過 他的解釋都是 他不停地說 他不停地說 只是說裡面的東西 就是魚鑼計算 魚鑼計算 魚鑼計算 還有魚鑼計算 還有馬力計算 我們這些蝦拖 就是早出晚歸的時候 都是回自己的街市賣回 自己賣回 很少去這個 就是量少 量少 不會入市場 你市場 你市場 如果你這麼少的量 購買的佣金 那些 其實 他有一個範圍 簡直可以說 不用做了 蝦賣出去 我們自己賣 又是一個問題 又可以賣回更多的價錢 幫人有錢 他賺多些錢 就要賠多些錢 對 我覺得好像是 最少的解釋 我們和我們解釋 就是經常說這個魚鑼 我們的魚鑼已經是 其實很少的利益 但是他的賠償 這個賠償 不是算破壞大小的比例 不是算受影響的程度 是算那個 是算他的收入 他收入得越多 賠得越多 收入是說 破壞 還是純粹是做的 剛才我所說 他是算那個魚鑼 對 那個佔的比例 譬如他的船 譬如他的船捕100船 你的船只捕10船 100船 那便多你10倍 但遠過不合理 那不合理 其實他的船這麼大 可以去外海的時候 即是或者給大家想想 郭培Sir考得這麼大 不是受影響程度 基本上他的業務 不是在香港的水域捕到的 對 真的好老實 我們都知道 基本上大部分 他都是珠江口那邊捕回來的魚 他回來香港的魚市場 就是這樣捕 即是現在 變成他的量 他覺得很多 是的 那魚不是在香港水域捕到的 我們可以看到的 就好像屯門區 屯門區一出海 有多少隻餐針 在這裡找食 我們可以看到的 即是現在好像說有兩棟舊樓 政府回收了 一間是大集團經營的餐廳 一間是自己民營餐廳的 現在大家一起說要收樓要賠 但是大型連鎖店那間 因為政府就會說他 每年都賺到這麼多錢 我們都要賠多些 現在我們這間 就是一些民營的餐廳 賺得少些 沒有這個規模效應 就賺到這麼多錢 就賠少些 但是原來那間大型連鎖店 他可以去其他地方 密室的舖位再做 而我們這間 就馬上倒閉了 可能有些營業額 不是其實是那間大廈裡面 做數做到 對 沒錯 其實外海營業額是比較多的 如果回來 其實在外面捕回來 所以收樓 但它的耗油量很多 你還未除開支數 這樣利潤你們就可能好過探爭 但賠償的餐廳 我們更少過他們 那未必的 我們利潤都不少 一天有十桶油 一萬多元油 有這麼多魚 你們自己釣都知道 香港有什麼魚釣 所以這些魚少 對 那些賠償的魚糧 魚糧不少 魚糧不少 很多都是在遠洋 在珠海 珠海 珠海 就是我們見得到 所以如果單靠這個魚糧 跟我們去比 是不公平的 就是賠償的收入 可能大部分是香港以外 沒錯 但是基於魚撈回來 就用了這個魚糧署 對 所以就變成它的計算高 對 剛才我所說 政府那個計算 要計算它的魚糧署 拿到的資料來計算 你們的蝦很多 你們的蝦都拿到 就在三聖附近 海鮮礦 散了 其實我們是三聖附近 所以就回到海鮮礦 你們就不去這個 香港仔魚市場 沒有 都不會去到那麼遠 那麼少 以前三聖那個魚市場 蝦欄就有 那些東西上 是否入政府魚童處的計算 應該都有 應該都有 因為我們魚市場 有價格有一個 以前三聖家搬過去 對 因為政府 好像只有屯門有產生 不是 主要是鞭炮 鞭炮 鞭炮 其實老實說 政府 入魚用蝦營處 那條法例寫得很好的 就比較全面一點 就是多魚的 超過某一個數量 好像超過60kg 就要回市場 就是我們這些 就拖很少魚 可能一天都是三、四斤 這樣 我拿到魚市場 他見到我們已經拿那麼少魚 就購買了 那時候登記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回 那你們的蝦呢 你們的蝦回來 是入蝦桶那裡 還是自己散了去的 啊 部分都是自己的 海鮮街 就是沒有經過政府一個系統 做登記 三萬的就去海鮮街 海鮮蕩 有些小一點的就去街市 街市或者他們自己買 價錢會好一點 碼頭有人來買 碼頭有人來買 碼頭有 船收 有些老友 有些船過來收 有些熟了 就過來收 是啊 那你關於這個賠償 你現在的賠償 最少90萬 多的可能350萬 我相信你們很多大部分 都可能賠200多萬 我估計可能會到 就算拿到這 200多萬的賠償 那怎麼辦呢 沒有啊 確定 退休 沒有啦 沒有啦 你很年輕啊 哥仔 退休 大哥 那我就進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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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姐喜歡多少 失業人士去進修了 但好像我們這些 其實叫我們可以做到什麼呢 你現在多少歲 三十五歲 三十六歲 三十六歲 大把青春那種 那我技能只是 其實我做了這麼多 到我十一二歲 做到現在的時候 都是做得這方面 他有沒有考量我們的年齡 應該是專業技能 其中一個意見呢 就是說這個 推行對海洋環境保育和恢復漁資源 有利的措施 那是做什麼 政府這樣說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他做培訓計劃 以及為受影響的拖網 漁民和本地漁民推出特別培訓計劃 就是培訓計劃 真的培訓 他那個培訓計劃 但有沒有跟你談過做什麼 沒有 有錢是有來做這件事的 休閒魚培訓 不知道 我經常看見有些單張 教你去養魚 那些復生給遠洋船去 他有說過教我們去養魚 但在我的行業裏面 我認識的朋友裏面都做養魚 他說你不要制 養魚 就是魚排那些 對 有些朋友是做 養到魚 養到魚的時候 因為你很難跟大陸那邊競爭 對 因為很多大陸的競爭 因為很多大陸魚一下來 你就倒下 一倒下 本都找不到 因為香港人 有良心 不會說放一些肥料裏 賣肥 如果可以 就這樣做 好像大家養魚 大陸養魚快 比你大很多 所以成本效益會低很多 所以利潤可以賣便宜些 那些肥料裏面都會很賺 但是你去香港 不斷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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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得很慢 成本又高 成本又高 你買得便宜 變成沒有理由 但香港人有很多魚排 在大埔有 在馬灣有 只要魚養得久 才拿去賣 你成本高 你賺不到錢 你就很難做 但做開那些 養開那些 那些 那些魚很快就能賺 等於跟我們說 那些魚又不知 隨時改DNA 然後加些激素 好像小瓜都會爆開 你真是怎樣吃 大陸的東西真是很危險 即是你們對那個前景 其實都感到很暗淡 很暗淡 對嗎 即是政府硬要這樣做 我們這麼年輕 你拿著那筆錢 其實做不到些什麼 我們自己要深入 我看到長洲有幾個 很多 有幾個漁民 他們靠釣魚找食 釣魚找不到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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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魚是用來玩的 用來換狼 不是 長洲遊客多 長洲遊客多 可能不太好 賣去賣去 賣去 200 400 真的拿小魚 經常做一行魚 海魚的 很多人已經做了 好像 不多 我想問他幾個 就只有幾個 我認識他 你會租船出去釣魚 或者一個月去多少次釣魚 好像 如果繼續去釣魚 團門區一天就有些租給人 譬如一千元 租給人 一天 你開車賣 少了四五百元 一個星期做一天兩天 那你不少 那你不少 通常是 馬灣旁邊有幾隻船 有幾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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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租船的 都是假期 禮拜才去釣魚 有時我見到 在青霸橋底 六七十隻船 剛剛那些鱸魚 那個季節 剛剛那些 六七隻船都拍了 就是因為他有幾隻船 還有做假期 通常是做假期 就是剛剛那個水流 那個水流剛剛那些 所以正式是賺 所以 作為一個行償的收入 就會有困難 有困難 有困難 可以當作是一個正值 只是一個負值就可以了 兼職就不可以 自己喜歡釣魚 車人出去就賺多少錢 這樣就可以 有個建議就是 譬如香港政府 要在這個海面那裏 做多些人造魚召 人造魚召 就可以建立多些魚 在這裏棲身 那你多些人造魚召 這些地方 就指定給你們這些漁民 有牌子可以去釣的 那製造多些 這個就業機會 我覺得這樣 有多少人不釣魚召 有魚釣就多人去 最慘的是 要等運動等水流 據我現在說 不可行 不可行 所以這個東西你暫時要 有多少這樣的客戶 就是政府 還有你只是做 星期六 星期六 那些人放假才去釣魚 這個東西不夠 平時有多少人去釣魚 不夠說服力 例如政府 就是這樣 我猜 例如他做人工魚召 三兩三年後 真的養到很多魚 才說服我們的漁民 有很多魚 你去釣 因為你香港釣魚 相對是貴的 例如一隻那些P艇 可能三個人 是的 那你租一隻艇 一千元鬆一點 有時去遠一點 最多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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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遠一點貴一點 以前七百元 你去到 家下過千元 那你三個人分 要起碼三四百一個人 但譬如 如果你的艇大一點 可以裝到十個八個 那你平均分擔 可能是八幾二百 一去去大半天 可能就會多些人去 譬如我有一次去旅行 我去紐西蘭 那隻艇裝成十幾二十人 那些大一點 不是那些B艇 前後左右都可以釣 那它的艇 有了追蹤魚的雷達 看到呢 直到落後釣 釣了一輪母 船又走到雷達 車到的魚又去釣 不是很貴的 是二十多元 那時候二十多元 這個紐西蘭錢 那你去到很多城市 去到美國 三藩市那些也好 溫哥華也好 西亞圖也好 很多這些城市 都有這些漁船 是載一些人去釣魚的 看他的樣子 很老七八十歲 都不是 也不是 那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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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而且我們船 可能 收費 收費是多少 如果十個去的 我們的成本 可能要成二千元 還有 如果我收得去貴 未必夠有那麼多人去 當你有人去 一個人 起碼要四五百元 四五百元 我們那邊的油費應該便宜 當地的油價價便宜 燃油的費用 我只是想指出 休閒漁業在很多地方 特別去到南非都更厲害 釣鯊魚那些 那些艇更厲害 其實休閒漁業在不少地方 特別在海岸城市 在很多城市都是一個很重要 和很活躍的行業 如果在外國就可能成功 但在香港就未必 香港的車人是釣鯊魚 要去到很遠才可以釣鯊魚 成本豈不是貴 有些釣兩天的水質問題 我們這些水質問題 香港的水質有些問題 外海城市 河邊城市 老實說是珠江口附近的城市 因為水質也不大 魚 不大 我從小到小 香港附近就難以 遠一點就可能去到海南島 去到菲律賓那一頭 那些魚會比較大 因為近岸的魚不大 大家都聽到 原民朋友面對政府收牌 一感到很氣憤 對吧 對這個蝦拖來講 根本那個海融生態破壞 最主要不是這個行業 但是政府一刀切 要收就收他們 他們又似乎沒有討過還價的能力 政府諮詢的時候沒有什麼跟他們談 沒有 他們跟某些人講過 某些人又幫不到他們爭取 是吧 我們看看這幾天的發展如何 看看 關於那個賠償方案 有沒有任何這個修訂的空間 就算是這個賠償落實都好 會不會就有空間呢 咦又說服到政府 特別另外發牌 以前那些牌是沒有管制的 會不會特別出一個 哈拖的牌 指定地區指定範圍 指定數量 對部分這個行業都可以經驗 最後一點 作為屯門的漁民 很多香港朋友 海外朋友 都很關注我們的白海豚 你們經常見 經常見 經常見 白海豚之下的存在 還有是否能夠繼續存在 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是否能夠 所以我 如果是有魚的季節 它很有趣 像我們在那裡拖的 他很喜歡跟著我們 很喜歡跟著我們 有東西吃 對 所以有些人坐遊艇開來看白海豚 很喜歡 看到我們的船在拖著網 他會載到我們 這樣才能看到 白海豚跟10年前的活躍程度 有沒有什麼改變 沒有什麼分別 小分別 好像少了 看看水質問題 好像少了 還有流水問題 那一陣子的水比較清 就會比較多 大雨水多 水淡又不見了 那一陣子的 可能雨水或淡水問題 那一陣子的水比較淡水 好像少了 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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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魚少了 它也是吃魚的 白海豚的 還有那些建設又太多 流水急的 流不住 最主要 那些像你剛才說的貨櫃船 還有那些箱底的船 走到蓮花山、潘魚等 那些 撞死很多 撞死很多 那些快 有時候死了 有時候死了 那杯子就全滑了 被船撞到才會死 你不留去送去遺戶處 真的被船撞到 你見到這些 給個電話給我們拍照 好 讓我們去跟魚戶處研究 是的 被快船撞死 接下來 最大的影響就是 赤立國第三條跑道 對漁民有影響 就算政府那次不收牌 做那條第三條跑道 漁民的朋友 都可能叫救命 我們今天很多謝四位朋友 跟我們分享的經驗 有機會再搶大家上來 如果政府真的收牌的時候 那之後怎樣呢 那出路怎樣呢 我們有機會再談一談 香港漁民和漁業發展 或者是電網的問題 好 多謝各位 拜拜